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工作 对他人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读与你听 我是陶老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称呼 小刘大学毕业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 叫我王姐 声音甜甜的 像是刚咬了一口脆梨 我们这些比他大十几岁 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大姐们 都亲切地叫他小可爱 他对着我们做各种各样可爱的表情 用各种时尚的衣着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他像冬日的阳光一样 点缀着我们的平淡的生活 没有家庭负担的小刘总是第一个到单位 扫地 打水 倒垃圾 快乐地像只小鸟 八点之前 小刘会为我们每个人泡一杯绿茶 放到大家的办公桌上 偶尔我们也会在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 我们喜欢小刘 因为他的年轻 我把在银行工作的表弟介绍给小刘以后 小刘搂着我的脖子 叫我姐 声音柔柔的 像春风吹过耳旁的发痴 我把二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都交给了她 小刘开始更早地上班和更晚地下班 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们这些老大姐们喝着清爽的绿茶 称赞着小刘的衣着和青春 小刘的电话越来越多 放下电话 她抬眼看看我们 悄悄地红了脸 偶尔办公室的花盆里 会有一两朵玫瑰饭帐 恋爱中的小刘像一池清水 安静而又端庄 我们羡慕小刘 因为她的幸福 后来小刘当上了科长 从此以后 她开始教我老王 语气冷冷的 像是秋雨打落叶 新科长面无表情地宣布 新的规章制度 和我们不加班就晚不成的工作 她和我的表弟分手不到两个月 就开始由黑色的本田汽车 在单位门口接她下班 当了科长的小刘 像一块岩石 冰冷 但又无懈可击 我们尊敬小刘 因为她是我们的领导 好了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阅读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小刘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哦 感谢大家收听 今晚的读语你听 我们下期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